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Scratch实验室 我想大家已经有听过Scratch 这个就是Scratch的页面 它可以用来制作简单的游戏 绘图软体 甚至更复杂的游戏 那我们要如何开始使用Scratch呢 请开启软器 输入Scratch s-c-r-a-t-c-h 显示的第一个网站就是Scratch的官方网站 大家可以在线上编辑程式 但是我个人比较要推荐的底线版 线上版请点Create 就是Scratch旁边的第一个 这就是Scratch线上版的页面 可以在白色的区域进行编程 那我们就先制作一个简单的程式 当绿器被剪辑 重复10次 往前走失步 执行 你如果看到这个画面的话 代表你成功了 在旁边这颗球的部分 可以调成繁体中文或是各种语言 那下载离型版的部分 请新增一个分页 输入Scratch 重复刚才的步骤 第一个网站 把网站滑到最下面 点击资源部分中的下载 你就可以下载离型版的ScratchAPP 我们要使用Windows版 在下面这个直接下载部分就可以了 那我们等它一下 之后我们开启资料夹 我们选取这个安装档 一边一支桌面 这样会比较好处理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Scratch安装档的桌面 我们按点击花束邮件 以系统管理人十分执行 并且选择允许安装 点击安装 这样就完成了 点击完成 然后这个就是Scratch离型版的启动画面 如果你看到这个画面就代表你成功了 我们就可以进行编程 我们先制作一个像刚才一样简单的程式 当预期被点击 移动十步 执行 这样你们懂了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按赞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们的影片请按赞 那就再见咯 拜拜